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2日星期三,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蓝眼看世界》的Volice节目 这个昨天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预测,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民主党的一些这个支持团体呢,他就是非常谨慎,警告民主党什么呢? 在Election Day当晚呢,就是选举日,11月3日当天晚上,很可能这个选举的这个形式会是一个这个Trump landslide,就是特朗普会议大比分的压倒性这个优势,不能说取胜吧,但至少是领先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公司叫做Hawkfish,他的这个CEO呢,创造了一个词,就是说选举日当晚呢,这个特朗普是大幅领先这个开票,但是之后过一个星期呢,这个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邮寄选票被统计出来呢, 这个民主党票开的越来越多,最终呢,是形成逆转,最后的结果呢,还是拜登会取胜,但是有可能呢,是要等一个星期,他叫这个现象叫做什么呢? 叫做Red Mirage,我们都知道这个Red Mirage是一个红色的这个幻象,就是说这个海市蜃楼的意思,看上去呢,好像是这个全美国,全国山河一片红,都是红色的,这个共和党取胜的,在这个选举日当天晚上开票,开的这个结果,但是呢,其实呢,这个都是这个in-person voters,就是到现场投票的人, 这些票开出来的结果,而这个差不多今年估计有三分之一的选票呢,会是这个邮寄选票,而邮寄选票呢,很多州规定都不一样啊,有些是你只要,这个在选举日当天,把这个票投出去就行了,有的呢,是选举日当天,必须得票,得这个选举委员会收到才行,所以,他这个松紧的尺度不一样,也会引起呢,就是各个州, 开这个,呃,邮寄选票的这个时间呢,进程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啊,大家看,这个图呢,就能显示出来一个这个变化,就是从红变蓝的一个这个变化,到10月9号,他就说最终结果,但是最开始看, 你看,这个10月3号的时候呢,呃,也就是说当天晚上呢,基本上是这个,美国是一片红,大家在看哪,准备好了,看,是一片红,而这一片红呢,呃,是,基本上是决定的,选举日当晚,如果那,晚上开票所有结果,就假设为这个最终结果的话, 那么呢,这个选举人票会给特朗普一个大胜,是408票,对阵130票,就是说选举人票上400票,这个是几乎不太可能的, 因为这个奥巴马当年竞选的08年这个大胜麦凯恩的时候呢,也就是300多票,也没上400票,所以特朗普他不可能赢得这个400票以上,而这个,呃,2016年特朗普翻红了这个三个州,呃,也就是获得了刚刚超过300票,所以呢,这个是不可能是最终结果的, 而这样的一个这个模拟的这个图呢,是假设每天呢,能开15%的这个邮寄选票,呃,大家想想每天开15%那7天,就是105%,105%也开完了,所以他这个呢,是从9月,11月3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9号,整整7天, 那7天之后呢,他觉得这样才是一个这个最终的可能结果,大家可以看,这是,好的,这就是7天之后最后的结果,很多都是这个翻蓝的,呃,最终呢,他会预测呢,这个拜登会是以334票对204票取胜,呃,这个呢,我觉得呢,嗯,不会这么乐观,但是我觉得拜登现在, 到目前为止呢,取胜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就算是包括一些这个战场轴,有可能使这个特朗普翻盘的轴呢,如果你看现在的这个民调呢,呃,我觉得呢,拜登还是,呃,可能是获得300票出头了,呃,334票不一定能拿到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变化呢,其实是,呃,我也没办法让它停下来,所以呢,我还是录了一个这个,呃, 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选举日当天晚上,我们可以看到,东海岸,这个三个州是蓝的,然后还有这个纽约州啊,可能还有这个马赛朱赛州,就是波士顿这个州, 罗德岛这个州啊,是蓝的,中间全是红的,这个呢,就是对于这个特朗普非常乐观的一个情况,只有科罗拉多是这个蓝的, 然后我们看这个四号变成什么样啊,好,大家看多了几个州,多了几个州,我们再看一下是哪几个州啊,再看一下,好的,这是三号,这是四号, 多的是哪个州呢,是这个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州如果能翻蓝的话,那么这也是过去这二三十年第一次翻蓝了, 还有哪个州呢,这个亚利桑那州,这个肯定是蓝州,这个不用想啊,因为这是这个芝加哥这个州,奥巴马就是来自于这个州, 这绝对是深蓝州,所以他猜测的是这个11月3号,当天晚上,芝加哥这个亚利桑那州是个红州, 然后四号是我们看这部分有哪些州变蓝啊,好的,他又出了一些这其他州,这个Vermont,Vermont这绝对会是蓝州, 因为这Bernie Sanders这州,社会主义的这个思潮比较强,然后这个州大概是哪个州呢, 应该是一个这个比较小的州,应该是这个Dallaware,就是拜登的这个老家,这个Dallaware州, 然后我们再看从四号到五号的那些变化,从四号到五号,好的,这个从四号,这个是New Mexico州, 新墨西哥州,这个肯定也是蓝州,这个没有什么悬念的, 大家看啊,这是四号,然后五号这块有几个州变蓝了,好的,这是几个这个比较小的州, 然后从五号到六号呢,又多了这个一个州,这主要州是这个弗吉尼亚州, 因为弗吉尼亚州呢,现在也是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的这个蓝州了, 当初呢,还是小布什,两次都能赢的州,但是因为这个,他减碍着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DC, 而这个DC的很多人,因为这个太贵了,搬到了这个弗吉尼亚州, 呃,所以也是这个,很多的民主党选民,就是使得那儿正是这样发生的变化, 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的蓝州了,他说呢,这个六号, 弗吉尼亚州会翻蓝,那七号呢,再给大家往下拉一点啊, 七号就翻的比较多了,这个呢,不知道能不能真是这么乐观,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拉斯维达斯内华达州, 堵成内华达州翻蓝了,还有哪个州呢,这个弗洛里达州, 这个呢,我觉得不是很乐观,因为弗洛里达州呢, 其实双方呢,是一个军事,但是过去呢, 2016年总统选举,2018年中期选举呢, 都是,呃,以非常小的优势,是红,红色取胜了, 就是共和党取胜,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弗洛里达州很乐观, 尽管呢,这次疫情对那儿冲击也非常大, 可能这个老年人选票,特朗普会有所流失, 但是呢,我觉得没有这么乐观,因为弗洛里达州入我翻蓝的话, 那这个,呃,共和党就没有任何希望了, 然后还有哪个州,他说翻蓝呢,就是这个密歇根州, 因为密歇根州呢,是这个,上一次这个,呃, 三个翻蓝的州的一个,呃,很,很关键的一个州, 他说密歇根州翻蓝,我觉得密歇根州翻蓝还是很有可能的, 还有这个东北布地歇州,缅因州啊,什么这些, 纽海培尔州,西汉布什尔州, 这个缅因州,西汉布什尔州啊,还有这个,呃, 他就是进一步的,把哪些州翻蓝了呢, 这个另外两个,这个2016年的这个, 这个,史德特朗普选举取胜的关键州, 这个是,呃,宾夕法尼亚州, 还有这个,威斯康星州,打开, 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 还有一个州,威斯康星这门呢, 迷尼苏达州,但是呢,能不能这么乐观呢, 我还是谨慎的乐观嘛, 我觉得这三个关键的州呢,呃, 呃,拜登赢两个,没有什么问题, 威斯康星州能不能赢啊, 我觉得这真不好说, 因为这一次呢,这个,事闹得这么严重, 迷尼苏达州能不能赢啊, 我觉得也不好说,所以,反而这次我觉得呢, 这个,从东往西,最西面这两个州, 呃,迷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 我是并不是说特别乐观, 但是,呃,迷尼苏达州和这个宾夕法尼亚州,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呃, 呃,这个,这个, 迷尼苏达州呢,是过去这些年呢, 这个,呃,很少见的是从这个红州, 从蓝州翻红的这个州, 特别是2018年这个中期选举, 众议院呢,普遍都是变蓝的情况下呢, 这个,呃,威斯康星是布兰反红,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 然后,9号的时候呢, 这就是8号, 这就已经是从7号开始, 其实呢,呃, 根据他这个就, 拜登就已经取胜了, 然后8号呢, 进一步的是扩大领先战国, 到9号的时候, 大家看啊, 9号最, 唯一的变化, 他把这个州, 这个北卡罗赖纳州, 现在也给泛滥了,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 是比较小的, 因为尽管呢, 这个差距比较小, 双方也是个战场州, 但是过去呢, 一直都是, 这个特朗普去胜, 而且呢, 他这个,呃, 农村这个人口呢, 支持特朗普的也比较多,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难, 因为奥巴马呢, 08年游戏赢下了北卡州, 12年的时候就输了北卡州, 我并不觉得这个拜登会比奥巴马表现好, 所以这个呢, 是过于乐观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个总体这个, 呃, 一个最新的这个新闻吧, 就是, 呃, 从10月3号, 这个选举日当天晚上开票, 开票完一周, 这个整个的这个形势是什么, 什么样是怎么变化的,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至于现实会怎么样呢, 我会在接下来这, 呃, 选举前最后两个月呢, 给大家是不是做一些这个我的预测, 也是拿这个地图来预测, 我坚信呢, 我的预测会比他的预测还要准确, 好的, 非常感谢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您支持,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视频再见。